天怕乌云,地怕荒,穿新鞋的怕走大泥塘, 卖西瓜的怕下雨,多大的野猫怕鸟枪, 耗子怕猫猫怕狗,公鸡就怕黄石狼, 推牌久的怕起三条黄瓜一头蒜, 这打牌的就怕多抓了一张。 您听了个定场诗啊,听风趣幽默, 可是今天咱们讲的这辽斋的回幕可不怎么幽默, 是关于啊,诈尸的一个故事, 为大家演说,辽斋一段回幕叫做诗变, 这诗变就是诈尸啊, 咱们民间呢,老听过这种说法, 人死了,这位又活了,坐起来了, 俩胳膊往前边这么一伸, 笨笨之邦,你说你害怕不害怕, 所以听我慢慢到来, 离这阳信县县城五六里地远的地方, 有一座店房, 叫做菜家老店, 这菜家老店呢, 是老菜头跟他儿子爷儿俩合开的, 专门啊, 专门啊,给过往的行商提供住宿用的, 有这么几个车夫, 经常往阳信县做买卖去, 路过菜家老店的时候, 必定要住在这儿, 可有一天呐, 日落西山了, 这几个车夫前来投诉, 可是不瞧, 菜家老店已经人满为患, 店房都住满了, 哥斯哥一看这天气已经太晚了, 估计阳信县县城早就关闭了, 说周围十里八专的也没有旅店, 只死一家, 跟着老的菜头就对付, 我老爷子, 我们哥儿这个经常来, 熟头熟脸的, 您都知道, 您给想想这, 哎呀, 实在不凑巧, 刚才没跟您住位说吗, 连后院都住满了, 实在是没地, 您想想折呀, 我明儿早起, 就信县城, 我们是做这瓜果梨头买买的, 你这玩意儿我们再回去, 这水果再烂了呢, 干脆, 您方便方便, 随便一间小屋都行, 我们肯定不挑, 明儿天一亮, 我们就走, 行, 倒是有一间, 但是您几位不介意吧, 不介意刚才没说吗, 只要能住就行, 哎, 随我来, 老头领着这几个车把式, 到后院, 可不是吗, 一看后院这, 确实有间房子, 这门, 大厂四开的, 没关着, 里边啊, 停着一张床, 床上, 躺着一个人, 用这被子盖着, 连也蒙着, 这桌子旁边, 有这么一盏昏暗的油灯, 老头说, 诸位, 我提前我可得说明白了, 这屋里这, 为什么说不留别人, 单独腾出这么间房子来, 今儿我儿媳妇刚死, 得了场疾病, 医药网效于是长死了, 外间屋这, 把他的尸体停在这, 里头还有个里屋呢, 里屋是个空屋, 里边倒有张床, 足够你们几位住了, 但是可有一截, 你这位外头停着个尸体, 你们, 介不介意这事, 四个一琢磨, 嗨, 我们经常走南闯北呀, 经的事多了, 又都是大小伙子, 好几个人呢, 阳气也足, 有什么可怕的, 当时点头, 没事, 没事没事啊, 老爷子, 这就感激不尽, 能让我们在屋里边啊, 将就一休就得, 那好了好了啊, 有什么需要, 您诸位尽管吩咐, 没什么了, 我们一大会儿够累的, 老爷子您也早点休息吧, 我们这就睡觉了, 好嘞好嘞, 门甭关啊, 不用关不用关, 老头走了, 这几个客人呢, 就走到里屋, 挺大一张床, 床足够七八个人睡了, 何况这四个人呢, 四个人一路奔波牢阀, 倒在床上就睡着了, 那这几个人当中啊, 有一位, 这位啊, 睡觉比较轻, 只要有点动静就醒了, 虽然说挺累, 挺累也不行, 多少有点神经衰弱, 这话说起来得睡到前半夜吧, 十一点多桌, 反正没到十二点呢, 他就听见外间屋里边啊, 咔吱咔吱, 这位一琢磨什么动静是, 一翻身, 抬着脑袋往外间屋看, 咱没说嘛, 里屋外屋通着呢, 老头那儿媳妇就在外屋停着呢, 他拢目光往外屋这么一瞅, 可吓一跳, 外间屋里边桌子上啊, 咱说了, 有个昏暗的油灯, 借着这油灯这点亮, 恍恍惚惚他就发现, 老头这儿媳妇一掀被子, 躲在床上, 坐起来, 紧跟着下了床, 一转身, 没奔院里边奔礼屋了, 一步一步靠近这四个车把式的床前, 把这小伙给一下的呀, 外头月亮光啊, 还挺亮, 借着这月光一瞅, 这尸体面似淡金, 脖子那儿, 系着一根红绸子, 走到这床前呢, 把腰这么一弯, 对着那三位, 每人吹了三口气, 那三位脑袋一摘一位, 不动客了, 是睡着了, 是死了, 不知道, 这女尸, 也就老头的儿媳妇, 笨自己也来了, 也吹气, 把这位给吓得紧闭双眼, 鼻子嘴止住呼吸, 也不知道吹进去是没吹进去, 反正朦朦胧胧, 不敢动客, 恍恍惚呼呼啊, 就听见老头的儿媳妇, 走了, 嘎吱嘎吱嘎吱, 离开里屋, 然后走到外间屋里边, 再次躺在那床上, 这车巴是可吓坏的, 不敢圆语啊, 悄悄在被窝里边, 把那脚就伸出来了, 干嘛呢, 当旁边躺着那三位, 醒醒, 醒醒啊, 踹了好几脚, 那仨人是一动不动, 这位没办法, 心说我是在这等死啊, 我是在这跑啊, 仔细这么一琢磨, 跑吧还是啊, 你在这肯定得死啊, 悄悄把这衣服拿起来, 刚一拿这衣裳, 外间屋老头那儿媳妇又有东西了, 再次从床上坐起来, 这车巴是赶忙把脑袋滋溜, 缩到被子里头去, 耳朵能听得见呢, 他就听见了女诗啊, 过来呢, 奔着他自己连续吹了好几口气, 等了老一会儿, 那临床那儿又有动静了, 知道, 老头儿媳妇又躺那儿了, 这车巴是赶忙, 从被子里边把衣服摸好了, 穿上, 呐, 一个李塔顶, 从床上就蹦下来了, 也找不着鞋了, 光着脚丫子是撒腿往外就跑, 这一时候老头儿的儿媳妇也坐起来了, 好像是要追他, 等他离开这屋子之后啊, 这客人已经跑到院里他去了, 紧跟着那老头儿媳妇也追出来了, 这客人是一边跑一边喊, 可了巴的了, 救命哎, 扎实了呀, 三村两邦从菜家店里边就跑出来, 一边跑一边喊, 那深经半夜的那多大动静啊, 整个村里边老百姓, 没人听见, 哎呀, 这客人就是这个邪门了, 我就这么大动静, 嗓子都快喊哑了, 咱们不见一个人影啊, 想去找那老菜头, 也就是那个房东店主人的门, 又怕来不及, 这样让这个女士给注意成怎么办呢, 心说干脆呀, 顺着阳关大道, 我奔县城跑吧, 县城那人家人多呀, 撒开丫子就跑去, 跑着跑着, 就发现那路东边有座寺庙, 恍恍惚呼呼啊, 好像还听见有人敲木云的声音, 这车把是个着急了, 三步并坐两步, 跑到这庙门前, 当当当当当, 紧敲门啊, 打开庙门之后啊, 里边是个老道, 老道一看这位神色慌张, 就知道出事了, 我问您怎么回事, 麻烦您, 您开开门让我进去, 不行, 我得问问您是谁呀, 你这玩神经半夜的, 贸然你就往庙里闯, 我知道你是好人还是歹人呢, 好人歹人甭说呀, 您想看看好鬼坏鬼吧, 炸了是了, 您快点放我进去, 老道啊, 正跟他这磨砝呢, 就听见后边, 有脚步声音, 越走越近呢, 离这两个人也就一时来远, 这车把是吓得浑身发抖, 心说呀, 你这老道, 你真耽误事啊, 撑, 一下子, 窜到这庙门外, 一棵大白杨树旁边, 这树, 粗了一下呀, 这三四个人, 抱不过来呢, 他就用这树, 挡住自己的身子, 这老头这儿媳妇就过来了, 就好像能瞧见他俩, 奔着这车把是就抓过来, 这女尸啊, 从右边过来, 这车把是就往左边走, 他从左边抓过来, 他就往右边躲, 这女尸好像还生气了, 俩人围着个大树, 转起圈来了, 一直转的双方都流了汗了, 甭说这车把是, 连那老头儿一会儿, 也累得是汗流浃背, 都挺累, 最后这女尸啊, 停身站住, 不动手了, 这车把是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啊, 躲在树后头, 心说总算能休息会儿吧, 安定安定, 正摘一手啊, 撑, 那女尸又站起来, 伸出俩胳膊来, 隔着这个树, 奔着车把是就抓过来, 这车把是一看, 俩眼往上一翻, 当时被吓死过去, 这女尸啊, 没抓住人, 抱着那个树, 这也行了, 想动他也动不了了, 挡在他那儿吗, 将力不动, 翻回头咱们再说那老道, 在门口啊, 等了老半天, 一看外边这干嘛呢, 这啥冰邦冰邦啊, 又跑又跳的, 看了老半天之后, 发现庙外边没动去了, 这才仗着胆子走出这庙门, 一瞅客人呢, 躺在地上, 一动不动, 那灯这么一瞅啊, 死了, 赶忙低下腰, 摸摸着心脏, 多少, 还有点脉搏呢, 蹦蹦蹦蹦, 还跳呢, 赶忙啊, 把他背到庙里头, 整整一晚上, 这车老板, 这他醒过了, 赶忙啊, 做了点汤, 喂了他, 问他怎么回事这是啊, 这车老板, 把前后经过讲说一遍, 你说这帮倒霉婆, 我们没地住了, 住在菜家老店了, 老菜头店房里边, 我们认为疏头疤脑没事, 赶上他儿媳妇死, 他儿媳妇尸体停在外间屋, 我们哥几个在里屋睡觉, 结果他半夜炸湿了, 那哥几个都死了, 这一宿也没睡觉, 大老道, 小老道, 班的老道都听听, 等到早起的时候, 沉中木骨嘛, 寺庙里边这钟这么一敲, 天一亮, 这些道士们仗着胆子, 把庙门开开, 一瞅那大树旁边, 果然啊, 那尸体还在那站着呢, 老道们是大惊失色, 这怎么办, 怎么办呢, 报官吧, 赶紧往县城, 禀报县他老爷去, 就这么的, 老道派小老道, 到县衙里边去报了案了, 先他老爷听见这事之后, 挺新鲜的, 带着三班牙一无作, 前来案发县城, 一瞅, 这女尸可不是吗, 手都已经插到树里边了, 为什么动不了呢, 赶忙找来人拔, 我这手啊, 就跟那个钢钩一样, 都扎到树里边, 多老伸, 连枝架都插里边, 找了好几个, 比较精壮的小伙子, 这才使劲, 把这手给拔出来, 一瞅这枝架, 哎哟, 够老长的, 先他老爷得问问, 他说是菜家老店的, 是不是啊, 命人到菜家老店, 把老菜头找来, 老菜头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, 晚上睡觉睡得挺好, 早起, 忙里忙外的, 也没在意后院, 他儿媳妇那停尸房的事, 等着县官派人找他来, 这才知道真情, 再一看呢, 住在李建屋, 三个车把是都已经死了, 我的天哪, 这不出人命了吗, 老百姓知道之后, 也是议论纷纷, 说什么都有, 你不管怎么的, 人死在你的店房里边, 你说是闹鬼了, 炸尸了, 你还是屠材害命啊, 那都讲不清, 说不明, 现在, 现在老爷派人找他来, 老菜头倒挺高兴, 心说但愿大老爷, 把这个案神清问明, 现在老爷派人, 把老菜头找到这个庙门外头, 这是案发现场吗, 就地解决, 经过现场这么一审讯, 老菜头说的话, 跟这车把是说的是一般不二, 让老菜头过去去看看, 这尸体是你儿媳妇, 可不是吧, 正是我儿媳妇, 正这时候, 他那儿子也回来了, 儿子头天晚上, 去这县城里边买棺材, 那不是说那玩意说买, 就能立刻就买了的, 你看那个旧社会老人们提前呢, 在这临去世之前, 给自己都准备棺材, 提前买好了, 老菜头儿这儿媳妇是疾病, 身体挺健康, 莫名其妙摔个跟头就死了, 所以说没来得及准备, 老菜头儿子头天晚上就进了县城了, 哪那么方便呢, 结果买好之后想出来, 天一黑, 人家城门关了, 只能等着第二天, 天亮之后, 才能把棺材带回来, 就这么的, 他这儿子把棺材带回来, 到家一看, 这店房里里外外围了不少人, 一打听着他知道出事了, 说是你爹呀, 都已经被带到那寺庙跟前的, 出了大事了, 你媳妇乍失了, 开始他还不信呢, 跑到后院听时方一瞅, 可不是吗, 被子也掀起来了, 媳妇那尸体也不在了, 就这么的撒脚如飞, 来到这寺庙跟前, 把这经过这么一讲, 三头对案都合上茬了, 现在老爷一看, 这没外卖, 就是这么回事, 当即呀, 就判了这个案子, 说你不管怎么的, 事情发生在你的店房里头, 因你而起, 你得包赔损失, 我赔, 我赔, 你让我赔多少钱都行, 老菜头现在呀, 什么说的也没有, 心说真倒霉, 我是好心, 好心收留这几个老主顾, 把他们呢, 搁在我儿媳妇, 听时房里头了, 结果出这么个事, 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的, 让这老头包赔损失, 问这车把事, 我一活下来的, 你需要多少钱吧, 你提吧, 车把人说, 我们本来都老熟人, 说实在的, 我们也不是要恶钱, 可是有一截, 先他老爷, 这事得求到您身上, 钱不钱不重要啊, 因为得找人家, 死者的家属, 苦主, 人家提出要多少钱呢, 怎么个包赔损失, 那才行呢, 我说不算, 但是我有我的苦衷, 钱他老爷一听, 你还有什么苦衷啊, 这案子都已经审清闻明了, 跟你也没关系啊, 你要是觉得委屈, 也包赔你损失不就行了吗, 不是别的, 我的青天大老爷, 你好好想想, 我们哥四个一起出来做买卖, 本来要到县城里边, 挺好的事, 结果四个人出来, 死了三个, 我一个人回去, 但凡有俩人活着, 我俩还能互相做个人账, 我一个人, 我实在是说不清楚, 讲不明白啊, 就这么的, 麻烦现在老爷您呢, 您多少得写个证明信, 我拿这个证明信呢, 回家之后, 跟这死者的家属, 我好交代, 你要不然, 活不连条大小伙子, 我们四人出来, 就我一人回去, 人家怀疑我, 这玩意瓜田里下, 不得不这么解释解释, 现在老爷一听也对, 行吧, 就在这寺庙当中啊, 让这些老道们准备纸墨笔案, 然后写了一份证明信, 讲说这个事情经过, 而且, 把这县态老爷的大印给盖上, 这就有说服力诸位, 说有时候, 很多事咱们遇到之后, 得要人正无证,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, 法治社会, 那不是说一个人嘴大舌场, 我说东就是东, 说西就是西, 你得让人信服, 有了县态老爷大印盖着, 县态老爷亲笔信, 这车把是这才放了心, 那你打算要多少钱, 钱这事我回去再商量, 先他老爷说这样吧, 你也别为难, 人家这老菜头, 开店房也不容易, 这样, 本官拨除文言, 四百两, 连你在内, 那三位每人一百两, 你转交给他们的家属, 你也给你一百两, 老爷我这也没什么, 不用了, 不是, 这一百两啊, 算作你的精神损失费, 你这玩意你这一球折腾的也够厉害的, 被吓死过多少回去, 这一百两, 好好买些补品, 安安神得了, 哟, 我多谢青天大老爷, 叫咱们的相官啊, 把这个案子审完, 一切都结束了, 然后把这老菜头儿子叫过来, 行了, 你呀, 赶紧吧, 把你媳妇的尸体收起来吧, 哎哎哎, 这老菜头儿子一看哪, 也挺倒霉, 心说这玩意是何苦来的, 你说你死了死了的, 你还给我惹了这么大事, 得亏县太老爷清明啊, 不用我们爷俩包赔损失, 就这么的, 顾了几个人, 把尸体搭回菜家店, 装在棺材里边, 这回呀, 也甭再举行隆重的丧事了, 当天就掩埋, 当天哪, 就给埋了, 而且, 那个坟呢, 挖得挺深, 坟头堆得挺高, 我心说你呀, 可别再诈尸, 给我们老菜家, 再招来非灾, 横扩, 横扩, 我心说你, 让我来看, 我为你, 我为你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